其實我想現在的時代 我們硬件上的東西 我們不是要求太多 因為東西實在轉得太快 今天你學了某個技術 明天已經不適用了 所以我想我們都比較著重 我們同學的一些特質 我想在IT我們希望同事有好奇心 第一件事有好奇心 第二我希望他有不斷學習的態度 這兩件事再加上一個很強的 一個奪對合作精神 這三件事我們覺得會令到 我們的同學在IT的感覺 可以成功一點 因為在硬件上的東西 其實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學得到 但如果沒有剛才那三件事的好奇心 不斷學習和一個強的合作精神 我相信你是沒有辦法做得很長的 因為現在也沒有辦法 可以說是一個人去做了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 那個看法會很不同 大家的關心也會很不同 其實我這樣看 其實在過去十年 其實都比較少新血入行 因為少了一些IT graduates 我就覺得 其實在這麼多的行業裡面 其實IT現在都很缺人 因為我們都有跟其他行業的公司討論過 其實大家都很難聘請人 所以其實普遍來說 我想對於IT畢業的同學來說 其實是很… 你不求找到工作 其實最重要是你想不想做 其實在空運貨站或者空運業來說 其實近年 我想有一個很大的趨勢是digitalization 其實空運業 亦有很多新的initiative 是出來了的 例如我們有一個association 叫IATA IATA 這是一個國際航空的運輸協會 很多航空機都屬於這個協會 其實近幾年都很積極推動 一些e-cargo的initiative e-cargo其實是有幾個大範疇要做的 其中一個objective就是 以往其實這個空運或者航空界 還有很多用紙 還有很多印東西用紙來做事 其實他們很想做一個 paperless operation 就是無紙的一個operation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很想 可以關於貨物的information 可以盡快去到真的寄貨人 或者收貨人的那個 讓你可以快些知道這些資訊 也可以關於貨物的 還有某些環境 會員會特別的 要把貨物貨物貨物的 使用 去 其他資訊 能夠